前基本法組委李全盈認為 中央代立國安法以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他提到當年多國國家高姿態支持 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一國兩制 這個時候他們有義務為香港發聲 王浩然報導 由中央為香港立一條法例 社會上一直都有憂慮 這樣會令到一國兩制變形 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李全盈是其中一個 美國早前就說如果中國強行立國安法 將會強烈反應 小平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 即是讓我們港人治港一國兩制 一定要回到這裏才有效 中間你用什麽制裁好什麽好 如果沒有這個效果 那對香港有什麽用呢 有些人說獨立 獨立這個議題是很羅萬替黑的 是嗎 為革命 為香港的前途而死 行得通嗎 李柱銘認為香港的制度 應該由行政長官為香港捍衛 大批評林鄭月娥完全做不到 有線電視記者王浩然報導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 有線電視記者王浩然報導 我們早就說